侯孝賢導演刺客聶影娘 今年在法國砍城影展大放異彩 拿下最佳導演獎 15號在台北舉行試飲會 國內知名導演紐成澤 魏德勝 蔡月薰也到場力挺 現場猶如電影人的大聚會 聶影娘獲得國際影評高度肯定 但侯導演直言 台灣電影需要大家進場支持 都來看 讓票房好一點 台灣電影才有機會 然後接下去 我旁邊的這三位導演就會再拍 然後台灣電影就越來越好 所以需要觀眾鼓勵的是一定的 侯導指出 對他來說 演員這個元素是戲劇中最重要的 拍戲過程中 他希望演員都能在最佳的狀態下自然發揮 我的拍戲方式是 不是那種排戲一直排 沒有 絕對沒有排戲 基本看了 內容你們知道 然後燈都打好 鏡頭擺好 長長的拍 他們就進去了 三位導演看完聶影娘之後 紛紛表示感動 其中鬥倒更坦言 原本擔心會看到睡著 但看完電影之後 卻深受感動 那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感動 尤其我很擔心其實我今天會睡著 因為昨天其實睡眠不太足 最近那個 那個都比較晚睡晚起 然後我以前看他電影 你就很容易睡著 我覺得我很多年很多年 沒有看到霍島拍電影 其實今天真的非常的期待 而且我覺得整個電影 替武俠的思維 給了一個新的想像 不是 我覺得越看越後面 那種感動的元素 反而是慢慢的會感覺到那種 自然的 生命的那種自然的 生態的那種那種 那種的替換這樣子 聶影娘的成功也讓侯孝賢表示 之後希望拍片速度再快一點 最好兩年拍一部 莊社記者裴真 台北報導